送上茶葉和陶瓷禮和和自民黨政調會長 秋生田光一會面 新北市長侯友宜要展現台日 侯友宜 市長も大変大きな志を持って この旅に今日をされたとお聞きをしています あの滞在期間中素晴らしい日本日になりますこと こういうのに申し上げてご挨拶していただきます 2017年 馬英九以總統候選人身分訪問日本 未能踏入自民党總部 時隔16年 侯友宜卻能進入 而這似乎也意味著自民党給侯友宜特別礼遇 和有著自民党安倍派接班人之稱的秋生田光一會面 侯友宜另外也見了自民党馬申派龍頭馬申太郎 就在侯友宜抵達自民党總部 戴著聲勢帽的前日相 同時也是自民党副總裁馬申太郎 隨即也踏入自民党總部 這一次我以國民党總統參選人 來到自民党 所以只要是希望 臺海能夠安定 臺灣安熟 日文安心 議員們關注的自然也是媒體關注焦點 一早接受NHK和超日新聞訪問 重點就在兩岸 確實日媒非常關心臺海的情勢 我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序 閃經新聞也大篇幅報道 侯友宜訪日其中特別提到國民党過去強烈親中印象 但近年來受到台日關係強化影響 無法忽視選民看法 而報道中也特別提到副總統賴清德被稱為親日派 跟日方談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政界或是臺灣人民的一些期待的相關想法 另一篇報導內文也寫到侯友宜出訪是展現對美日重視 同時也是刷存在感外 也是因為當選後在中國阻礙下 想出訪將有重重阻礙 侯友宜訪日不只要讓日本政要了解自己 也要讓日媒看到台日中三角論述 侯友宜已經做好準備 近新聞林玉成 張樹瑋 東京隨團 採訪報導